Hello 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 能听到老师说话吗 欢迎来到大鹏教育 欢迎来到美妆天天练 能听到老师说话的同学回复1 同学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 我是今天的主角老师 菲菲老师 还是我 咱们今天呢来学基础舞台化妆中的老年妆 同父同学的头像怎么是个女孩啊 你在群里好像是个男生 咱们前面啊已经学了很多节的这个基础化妆了 相信咱们跟着听的同学 还有一直看回报的同学都能 都能掌握好这个怎么平时给自己化妆 怎么帮自己变美 还有怎么帮别人变美了 咱们接下来的这些课呢都是较为有难度一些了 就是在这个基础化妆的这个基础上 咱们再来一些演变 一些舞台化妆 还有后面的影视化妆 特效化妆等主题化妆这些 都是要求同学们打好前面的基础之后 我们再在这个化妆的基础上再去了解一下这些妆容 咱们今天呢学的是老年妆 前面那些新娘妆啊 伴娘妆啊 同学们一样可以去帮老年人去变美 咱们今天学的呢就是怎么样把一个年轻的小美女变成一个老年人的形象 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导学 咱们今天这堂课的目标就是希望同学们看完老师的这个实操的演示 能够掌握老年人的皱纹刻画 因为老年人嘛 他的皮肤会比较松弛 因为有这个地球的引力 他们的这些皮肤都会比较下垂 掌握好这个老年人的皱纹的刻画 能够独立完成老年人的造型 他是我们这节课的课程目标 欢迎文睿同学 在咱们这个接一些音乐剧 参加一些音乐剧啊 以及话剧创作中 这个观众和舞台是有一大段距离的 所以我们不仅是这个演员啊 他要有形体上姿态上像一个老年人 还有他这个大大范围的形象啊 以及这个五官的刻画 我们也要让他远远的望上去 是一位老年人 因为咱们在这些剧组里面啊 还有可能会有时候找不着这么多演员 会有一些年轻的演员去 扮演这个老人 就需要我们这些化妆师啊 能够掌握这个怎么样把年轻人画出一个老年人的形象啊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需要同学们准备的工具跟平时有所不同啊 咱们今天需要准备用这个 测影啊 测影和平时一样 然后再就是油彩了 前面跟同学们讲过这个油彩 啊 咱们画人体彩绘 还有那个小鹿装 动物装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啊 咱们今天也用也要借用这个油彩里面的这两个颜色 啊 这个棕色和这个白色 啊 还有一支漆笔 这个漆笔呢 可以用来调染这个白头发 啊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工具上的稍微不同 我们来学习一下 今天非常简单的这个PPT的理论知识 我们先观察一下不老女神刘小庆 看左边这一张就是荧幕下他的这个形象 肯定是呃 加过这个PS以及后期处理过的非常美丽年轻的状态 皮肤是紧绷的 是不是啊 除了这个白里透红之外 所有的肌肤都是往上提拉的感觉非常紧致里面充满了胶原蛋白 来看右面这一张 右面这张呢 可能就是呃 化妆之后的这个嗯 普通相机下的他的真实最还原他真实的这个形象了 看一下 啊 他他他在同龄人当中当然算是比较保养的很好的了 但是呢 这个眼下会有一些皱纹 还有这个泪沟的地方 泪沟可不是这个眼袋哈 咱们前面学了 这个泪沟可不是这个卧蚕 笑起来有卧蚕很多这个美女啊 那个名媛都通过微整形去注射下面这个卧蚕 啊 但是这个卧蚕呢 只是眼下的这一小块地方啊 眼袋和泪沟呢 就是下面的这个区域啊 这是衰老的第一步 看一下 你们 对照一下镜子里的自己 看看你们有没有衰老的征兆 第一步就是有通过熬夜会产生这个黑眼圈 泪沟啊 这个眼袋 啊 这个地方 然后就是鼻翼下面的这个法令纹 我们经常笑 看笑起来这个印啊 现在脸上都是肉都是胶原蛋白 就会撑着它 等老了这个皮肤变得松弛 然后这个肉呢 逐渐凹陷进去的时候 就这个法令纹就产生了 啊 就是这个鼻翼的这条线法令纹 然后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衰老的第三步就是嘴角下垂 我们看一下 做表情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个嘴角会有一个纹啊 在当这个衰老的时候呢 你不做表情也会有这个纹 这就是衰老的第三步 所以我们待会儿啊 要画这个老年装的创作的时候呢 首先要画出它眼袋 然后是鼻翼的这个法令纹 然后就是啊 嘴角啊 嘴角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双眼皮的地方 双眼皮 我们身边一些老人同学们可以观察到 它这个双眼皮这里呢 会比较松弛 就是年轻的时候是双眼皮 它老了就会变成单眼皮 是不是 因为这个眼皮会变得松弛 然后就会挡住视线 有一些老年人到了六七十岁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的爷爷奶奶或者爸妈有去做这个双眼皮手术的 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去做一个那个割一个双眼皮 因为他们的眼皮下垂太严重了 都挡到视线了 影响正常的生活 所以上了那个年纪他们也会选择去整形 因为他们是挡住视线影响生活才会那样的 不是为了美 不是为了去变成网红 然后看一下 但是那个单眼皮就比较经老 一般那个单眼皮老了之后 眼皮变松弛之后 反而变成双眼皮了 眼睛变得更加的更加大 更加有神了 这个就是眼窝的这个地方 咱们也要处理一下 还有就是唇周 咱们这个嘴做一些表情的时候 做一些形状的时候 说一些这样甭嘴的时候 会有这个纵向的 放射状的这个纹 这个纯周纹 咱们画的时候也要稍微刻画一下 因为我们要主要是先画这几条 比较明显的这个眼带 法令纹 还有这个嘴角纹 然后就是纯周纹 然后呢 还有抬头纹 抬头纹是不分年纪的 我的抬头纹比较浅 相信你们都见过抬头纹什么样 就是横向的 咱们画的时候也要画出抬头纹 因为上了年纪之后 这个抬头纹会更加的明显 那就这些 然后这张呢 就是一个化了妆精心打扮之后的一个精致的老太太 她们画完妆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给老年人化妆的时候 她画完这样之后呢 但是这些结构我们是遮不掉的 就像眼袋一样 我们黑眼圈可以通过这些遮瑕膏 遮瑕盘去遮掉 哦 文瑞同学说 老师好 你好 我刚看到 头像是本人吗 说到哪儿了 我们每次 啊 这个黑眼圈 我们可以通过遮瑕膏的这个橙色去遮盖它的颜色 但是这个眼袋 我们这个结构就不能遮掉 所以这些皮肤也是啊 皮肤我们有痘印啊 有这些痘坑啊 脸上的一些疤痕 我们通过遮瑕可以遮掉它 但是这些皱纹结构上的问题 我们是遮不掉的 咱们今天呢 是相反着来的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皱纹 咱们是要在一个平整的年轻的脸上画出一个老年的妆容 同学们也可以跟老师一起画一画 或者看完回放 你们去准备一下这些东西啊 可以晚上给自己画一个 看看自己5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啊 这是范冰冰的一个造型 啊 当然当然我们画这个老年老年人啊 想把它往年轻里画 也可以用提拉的方式啊 这样一提拉的这些皱纹啊 褶皱都撑开了 啊 这是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呃 老年妆容 影视剧当然是在镜头下面的 荧幕下面的这个拍的会非常清楚 所以画的也更精致一些 啊 不像前面咱们那个案例 就是咱们呃 在这个画剧舞台当中的这种初级的阶段哈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画的会比较精致 它包括这个演员的表演 还有这个花白的头发都会有所加分 当然我们要求没有这么高 我们要求只是啊 类似于右面这样的就可以了 看一下 只是掌握一下这个面部的结构啊 掌握好面部的结构之后呢 我们在呃 前面学的这个皱纹的生长啊 这些皱纹都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远远的望去 在舞台上啊 远远的望去就是一个老年人 我们就需要掌握这样一个状态就行了 因为话剧表演跟这个呃 戏剧的这个影视化妆还是有所区别的 看一下 除了这些呃 较为典型的大的皱纹之外呢 还有脸上这些小细纹啊 我们在画完这些大关系之后 也可以去带一下面部的这些小细纹啊 会显得更加衰老啊 啊 他这个假牙 我们也可以啊 贴一块黑色的胶带 没有牙了 好 看一下左边这张图是咱们前面课里已经给同学们看过的 已经放过这张图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我们待会儿化妆的时候要用到的这几个皱纹 从上 自上而下 在我们的额骨上会出现横向的这个抬头纹 横向抬头纹 然后再往下 在这个呃 眉眼之间 它这个地方会出现穿字纹 穿字纹就是我们皱紧眉头的时候 皱眉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穿字纹或者八字纹 所以年轻的时候竟要少生气 生气多了 你老了之后会出现穿字纹 它会显得很凶 很严肃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鱼尾纹 鱼尾纹就是我们笑起来 这个后面的地方会有几道放射状的这个鱼尾纹 然后再往下呢 就是眼带纹 鼻梁纹 嗯 较少 鼻梁纹就是横向在鼻子上 除非你的皮特别特别松 才会出现这种这个鼻梁纹 然后往下是眼带纹 眼带纹刚才已经讲过了 在这个眼下的这个位置 然后表情纹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法令纹 这个地方 如何去除法令纹 咱们在涂完眼霜之后 涂完眼霜之后 手上还会剩一些这个眼霜的精华 就可以平时就可以拍到咱们法令纹容易生长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二三十岁 肯定是没有这个法令纹的 我们也要去预防 怎么同父同学又进来了一次 还有我们敷的眼膜 平时敷的眼膜 剩下的呢 剩下敷个十分钟嘛 上面有的精华 我们也可以敷在这个以后长法令纹的这个地方 我们防患于未然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地方敷一敷 然后让它的肌肤紧绷一些 因为防止我们以后会生长这个法令纹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预防了 往不稳定 好吧 然后再往下 纯上纹 刚才说了 这个老了之后会出现这个纯上纹 纯周纹 就下面啊 也会有一个横向的 静纹 静纹呢 我们就是刻画叫少了 静纹也是横向的 也是上了年纪之后 鼻子 脖子 这个皮肤也会 由于这个地球的引力啊 造成下垂 这个皮很松 咱们平时也要做好这个静部的护理 也不用特意去买这个护静的那些精华 咱们涂完水乳之后 或者是敷完面膜之后 咱们的脖子都可以这么带一下 自下而上的 这么 去往上 去按摩一下 让它抗拒地球的引力 不要这样自上而下 这样不让它更往下吗 咱们一定要自下往上的 对抗地球引力 好了 今天这是简单的一个理论的知识 理论的知识 看看你们能不能掌握这个皱纹的平面刻画 如果同学们找不到模特 然后也没有工具给自己画的话 你们可以在纸上画一画 因为咱们第一节课不是布置了作业 画一个平面的三屏五眼图吗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翻出当时的那幅作业 在上面加一些这个皱纹的走向 他掌握好这个皱纹的走向 到你真的要遇到 要画一个这样的妆的时候 你也能做到心中有数 你也知道怎么样去画它了 就这几个 抬头纹 鱼尾纹 这个发练纹 唇边纹 下巴纹 颜带纹 鼻梁纹 穿子纹 鼻梁纹其实倒还好 除非特别特别老皮肤 特别特别松弛才会有这个 因为这个鼻梁下面是骨头 它不是脂肪 不会变得特别的松弛 这是我们今天简单的一个理论知识 非常简单 然后作业的话 作业的话 如果你们没有找到模特的话 没有给自己画 可以在纸上练习一下 纸上谈兵 如果你有模特的话 就可以给模特让他做一做表情 抬头 画抬头纹的时候 抬一下头 然后这些地方都让他做一下表情 配合一下 然后我们会更方便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演示 我今天请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模特 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把这位小姐姐变成一位老太太 好 我去请模特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三节当中给你们看过的这个视频 是黄小明 他怎么从年轻到年老有这个工艺短片 看看他是怎么变化的 看一下他的这个皱纹以及发型什么的这个神态 三十岁时 我觉得时间有的是 那时 我有一个梦想 面部的变化 到四十岁 花在开车应酬喝酒聚会打电话的时间 加起来有七年 五十岁时 前半生所有睡眠时间 总共花了十五年 到六十岁 到六十岁 忙忙碌碌应付琐事的时间 算算对我十二年 是不是法令文特别严重 一字 Studio 徐畅的声音 信 particles 全国这一生 全国这块 奥陷 第二绒联制 留给最初的梦想 留给最初的梦想 有几年 同学们 OK 咱们今天的这个 GT就是这些 好 我去 我们的模特已经就位了 老了眼眶凹陷了 对 同步同学说的非常对 这个皮肤松弛之后呢 所有的这个面部都会往里凹陷 所以这个骨骼就会更加的突出 当然也不乏一些比较富态的老年人 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创作 来模特 今天请了一位美女 给我们当模特先做 哈喽同学们好 好 咱们今天这位模特涂了鲜艳的红唇 我们首先要给这个模特把嘴巴擦掉 可以先用纸巾擦一下 就不用卸妆了 然后倒一点这个维德玛 用纸巾稍微擦一下 好 我自己来那个 我自己稍微擦一下 好给你们放手歌听 我刚才没有给他卸口红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画完这个老年妆之后 同学们可以拖动这个进度条 看一下妆前 就是咱们这个装前和装后的这个对比 当然模特现在是素颜 我先给模特擦一点水乳 老年人的眉毛呢都会比较杂乱或者是长一些 这个模特的眉毛呢都会比较杂乱 但是我们也只要有一些大眉毛呢都会比较杂乱 音乐的音量怎么样 音乐声音大不大 你 you got that beautiful more the 卸妆 真的好 对 卸妆才二十岁 最好的 我看她很开心 她很期待看到自己老了之后的样子 她一个拍着照 她一个女生的 她跟爸爸去哪儿 就是那些爸爸妈妈 画完老年妆之后 这些宝宝都哭了 那咱们先打一层薄薄的隔织 啊 因为隔织那多小 因为小朋友啊 好的 我就看你都听着太无聊 打一点点的隔离 因为这隔离多多少少都会有 这样子色的隔织 这一层隔离 当然这个咱们上粉底的话 粉底要选一个颜色较暗的粉底 因为老年人嘛 没有画的太白的 你要更贴近它 然后加一点点的这个 深色的油彩 然后这个色 深色的油彩 这边是用的 有点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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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用的 给你写的 是用的 有点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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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画一个电影的老年轻人 你说黑人 我现在都很想笑 那么多人啊 好白啊 模特他本身长得很白 所以我们要用最深厚的粉底 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个棕色的油彩 因为模特太白了 如果没有油彩的话 也可以选一个特别深的粉底色号 他就已经有抓到 还能处理一下 还能处理一下 所以我想起来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拉开 这个地方还凹陷下去的 我能涂一个更深的颜色 它是一个金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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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